经济环境持续不稳定 政府将推出总值9亿元的家庭援助配套 为国人提供额外的短期援助 中低收入国人可获得一笔200元的一次性消费税现金补助 而每户新加坡家庭也会获得100元设理会升回补助券 可到邻里商店和小贩中心使用 符合领取消费税补助券的低收入国人 将在6月获得一笔200元的额外现金补助 协助递销、生活开销 加上8月将发放的定期补助 房产年值不超过13000元的国人 这个财政年将可获得一共500元的补助 大约140万户家庭的国人将受贿 此外,政府也延长政府组屋杂费回扣多一年 根据不同屋形回扣额介于1.5个月到3.5个月 水电和杂费回扣将让95万户家庭受贿 为了支持邻里商店和小贩 政府也将同社理会合作 给予所有新加坡家庭美户 100元的生活补助权 为了协助家庭支付孩童的教育费 每个新加坡孩童的儿童培育户头 教育储蓄户头或是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 将额外获得200元的填补 政府也将着重帮助冠病疫情中受较大影响的三个群体 包括低收入人士和家庭以及特需孩童 未来两年,政府也将在全岛各地 尊设社区联系站 这将让更多的助力组屋家庭受贿 此外,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发挥 全社群立的精神 鼓励更多国人回归社会 支持慈善事业 捐款给公益机构享有250%的税务回扣的计划 将会在延长两年直到2023年 政府也将拨出2000万元 推出新的消费公益计划 鼓励消费者在付款时也捐款 感谢观看